I'm Chinese 好吗 像 像也不行 我中国人 河北人 施压庄的 方哥来了 狗子呢 狗在那儿 干嘛呢现在 先会儿 聊着忙的一些事儿吧 这是谁 这就是我们二狗子 咱们施压庄的说唱歌手 你的什么歌曲现在在《拳王特别火》 《天上飞》 这个地方呢是我工作的地方 就是不算工作室吧 是公司 然后我是艺人 然后也算是我们接下来 说唱场番的主理人 能带我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吗 没问题 我这录音师在旁边 这是您的录音师 刚刚接的我 就是去他那个私人的那个地方 然后咱们去看 那是我们俩就快乐的源泉 秘密小基地 艾巢 对 我们看看艾巢 明天在这儿玩 这个录音什么的 创作嘛 然后在上面录 对 这边是就是在这儿写 有感觉 然后可以把那灯给大家展示一下 咱俩一个暧昧的气氛 哦还有吗 对 我俩还有这种 哦还有这种 暧昧的气氛 对 然后就是在这儿写嘛 因为就有一般都喜欢躺这儿 躺这儿 躺这儿比较有感觉 在这儿舒服 一来必须得脱裤子 是这意思吗 对这个 我们这块就是休息区 卡的比较紧这个经费 你看这些吃的 这是我从海南自费带了 这是我们好哥哥姐姐赞助的 对 然后这都是茶室 嗯 就是一般都是哀训的时候 发事了 要哀训的时候 坐来先喝两口茶 然后再就是高兴的挨腕 我来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衣服了 我好像见过 在你的抖音里面 我见到你们这个logo了 对 这是一个什么一个故事吗 这是这就是当时找人画了一个封面 大家觉得特别经典 特别经典 就是另一个哥哥是我们公司的艺人 他更无聊 他把这个图保存下来 然后去找一个做衣服的店 然后把这图打印下来 就这张图 就是没有别的其他情感是吧 对没有 就很无聊 就是玩 怒放音乐 就是 这就我这我大概就清楚了 这是歌手在里面唱 然后在那边去监听 那地坦就为了防止我们说唱歌手的 就是老通不着走动 走动了 摩擦出声音 对 然后这地坦不会出声音 就能随便 这样 凌晨两点半的时候我联系了他 然后呢是那会儿他还回复是非常非常积极的 能看出来你的夜生活很丰富 不是那会儿在家 那会儿就是写完歌了 我就想忙了一天了 晚上看我游戏直播 稍会抖音 然后就看看有 专门看有没有人骂我 然后深夜里边比较记仇 对 那我骂我把这名字记起来 他说 你们都是哪一年的 我97的 我也97的 你俩是一年 对 一个学校毕业的吗 不是 我跟他不一样 我是本科 你学的是编导 对 然后我在曾经在石家庄 我今天手下手的好多事情问 我是不是在打上过班 我说是的 然后就也做过编导 然后那会儿其实还挺快乐的 每天下了班就回家说唱 说唱完之后 刚买了游戏机 然后玩玩游戏机 然后每天就那样 后来就是全职做说唱了 你们是用什么灵感来创作出这些 例如天上飞等等 还有写 还有辣妹等等 这样的一些快人口的歌呢 这不就是生活写出来的 和经历吗 辣妹是生活吗 是啊 我们每天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 每天去酒吧 就是演出 是演出还是消遣 然后演出 然后以前是演出 后来是消遣 但每次就是女孩感觉都 实际上让女孩越来越漂亮了 越来越漂亮了 觉得真好 然后回家看看女朋友吧 觉得比她们都漂亮 以女朋友为 完全写了首辣妹 好 李承轩的那个版本 你听过了吧 听了 怎么样 我觉得确实是可以的 就没问题 而且我说实话 当时我之前我知道 大家所有人都不知道 我就知道 当然有人给我发了一个特别小一句 他看李承轩唱的歌了 然后我说 是吗 我是哪个节目 他说要上的节目 我就当天晚上我就睡了 结果第二天醒来 就惊了 就全爱了 然后这个热度 第二天反而没剪 反而还增了 然后挺幸运的 对 反而挺震惊的也是 最近有没有我们所有 网民期待的作品 就是 既然两首歌 是我自己觉得就是 偏 不是那么大众话 做两首说唱 到时候我也会慢慢的 发布在网云上 一首叫《立正》 一首叫《刺》 对 好的 那我们期待你们的新歌 好吧 然后 还有一个那个什么 把他们的礼物拿上来 对 礼物啊 因为我是走遍石家庄 然后 然后我每人送脖子和狗子 你们两个 一人一顶 然后走遍石家庄的帽子 到时候我直接戴上 到时候我演出的时候戴上 戴上 戴上 哈哈 咱们礼物护送 这是我们那个口罩 啊 上面有我那个签名的 口罩 对 这是二狗子签名的口罩 对 我想把你放到我嘴上 对 哈哈哈 我想把你放在我的脑袋里 哈哈哈 关注走遍石家庄 不迷路 吧